学会鉴赏茶叶是从事茶叶工作者的基本功之一 要求鉴赏者既有一定的专业知识 还要懂鉴赏技巧 包括运用人的视觉、嗅觉、味觉和触觉 来省平茶叶的外形、色泽、香气滋味、汤色和叶底 以及在平饮过程中获得的精神感受 简而言之,包括色、香、味、形、韵五个方面 一、色 茶叶的色泽包括干茶颜色和茶汤颜色两部分 此外,在专业的省平时,还包括茶后叶底的色泽 茶叶中有色的化学成分很多 如叶绿素、叶黄素、花青素、胡萝卜素 以及茶多酚的氧化产物 其中,枝溶性色素是构成茶叶外形和叶底色泽的主体部分 水溶性色素是构成茶汤色的主要物质 二、香 茶叶的香气是由多种方向物质形成的 不同方向物质的组合形成不同的香气 人们从茶叶中已经发现的组成香气的方向物质 共有七百种 它们中有的在鲜叶中就存在了 有的经过加工后形成 如有呈现清香味的顺三几西醇 呈鲜爽花香的沉香醇 呈甜浓花香的紫罗铜、茉莉铜等 方向物质不同种类及不同的比例 形成不同的香气 三、味 茶叶的滋味是以茶叶的化学成分为基础 由味觉器官所反映形成的 茶叶中对味觉起作用的物质 有呈苦色味的茶多酚 鲜爽甜味的氨基酸 苦味的咖啡碱 甜味的可溶性糖等 这些物质的物理和化学特性 使其在不同含量 不同组成比例时 表现出不同茶味的滋味特征 绿茶茶汤中 成味物质的组合 形成鲜醇的滋味 醇是氨基酸与茶多酚含量 比例协调的结果 鲜是氨基酸的反应 两者协调才会达到鲜醇的效果 红茶的滋味 以浓醇鲜爽为主 在这里的鲜爽不像绿茶那样取决于氨基酸 而是取决于茶多酚及其氧化物 茶黄素 茶黄素是决定红茶的鲜爽味 及茶汤亮度的主要成分 四、形 茶叶的外形有条形、针形、点形、圆形、片形等 这些都是在制茶过程中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 使茶叶成型后再加以干燥 使形态固定下来 可以说 茶叶的外形主要是物理作用形成的 千姿百态、丰富多彩的茶叶形状 构成了一个形态多姿的大千世界 或直似针 或卷似螺 或扁似碗钉 或弯似梅 或圆似珠 或薄似片 或方似硅 或润似臂 如君山银针 牙头茁壮 紧实挺直 白毫显露 形如银针 内成金黄色 被誉为金香玉 碧螺春调索纤细 银铝隐翠翠 卷曲成锣 西湖龙井 扁皮军靴 形如碗钉 安化松针 调索长直 圆魂紧细 色泽苍翠 壮若松针 五 韵 只可意会 不可言传的 审美境界 不仅是对 茶色香味的感受 更是一种体验 一种感悟 与平饮环境 心情 文化修养相关 因此 一杯茶 可品出千种味 试想春天的早晨 一杯滚水 被细芽嫩液染绿了 玻璃杯里 调索整齐的春茶 再沉再浮 茶色碧绿成青 茶味醇和仙灵 茶香清幽幽远 入口后顿感 甜净闲适 可谓是一种 极高的文化享受 面对绿芸芸的满杯绿色 你感到名副其实 是在饮春水 每一个饮春茶的早晨 仿佛是入禅的时刻 茶中仙子碧罗春 相传碧罗春之名 是皇帝所赐 据清代王应奎 柳南随笔记载 清圣祖康熙皇帝 于康熙三十八年春 第三次南巡车 驾姓太湖 巡抚宋洛 从当地制茶高手 朱正元处 只得精致的 下煞人香进贡 帝其名不雅 赐名碧罗春 碧罗春的品质特征有 色 银绿饮脆 汤色绿亮 香 清香高雅 悠长持久 味 鲜爽生津 回味无穷 行 调索纤细 卷曲成螺 韵 著名文人淡丁 喝过了碧罗春后说 从清香的碧罗茶汤里 我看到了中国江南 明媚的春色 从一杯茶里 竟然可以看到江南的春色 这种韵味充满着诗意 这个期待 母帧 最后一杯酒 或许多 两杯酒 二杯酒 后